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來到深水埗,你會想起誰? 我就想起明哥了 為了響應地球感動日 明哥除了令愛心飯堂、北河同行 成為深水埗的遊點 當日,他還會送上水果 為前來的街坊打氣,鼓勵環保 派物資時都會呼籲他們 每一個都希望能夠自備環保袋 少些用膠袋 現在我們派飯都在用環保飯盒 我們的飯盒可以在泥土裡 九西埗就可以分解 希望對地球貢獻多些 希望所有地球人 大家可以去參與保護地球 做多些環保意識的工作 和實際行動去幫到地球 探完明哥 大家不妨再去另一個遊點 做工房 參觀一下本地的有機工房 這些正確的名字叫做冷製鹹 這些番茄都可以自然被分解 不會引起環境的污染 冷製鹹之外 另外還有環保的東西 比如環保的洗潔精 或者是一些天然用料 做成的一些霜霜 會比較適合一些敏感性皮膚的人士使用 而如果你在地球感動日來訪 還可以得到小禮物 還有 吃完橙又拿回來 這次行程真的滿足 喂!深水埗還有很多特色遊點 還未算港九新界那些 還有附近有其他的DIY購物 都很值得參觀一下 香港很少這些有特色的小店 大家多多支持 多一點支持 走路 走多一點路 都會健康一點 聽到沒有? 一起多走幾步 減少碳排放 繼續起行 好啊!